《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樓市焦點》 請到這位嘉賓 就是香港樓宇安全學會會長何記業 Vincent Hello Grace Hello Grace 還有Eddie 教授 剛剛這段時間大家關注到天價工程的問題 廉政公署和競爭事務委員會 教授經常展開聯合行動 打擊樓宇維修工程貪污和維標行為 不如先問一下Vincent 怎樣看這個情況 因為跟Vincent都聊過幾次 關於維標這些話題 你自己看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可以這樣說 我接觸維標這些事項 我想差不多十幾年前 2013年 或2013年已經涉足 去到十幾年裏面 我本來就覺得 似乎中間一段時間好像有點改進 因為政府或URA或防協都參與了很多 都積極參與 積極了 社會的討論多了 我中間有一段時間覺得 好像氣氛好了 好像修正了 但是近期我看到原來有些個案又出來了 坦白說 這個個案給我更大的啟示 其實現在的維標情況 並非我們想像中已經收斂了 或者改善了 其實是潛藏了更多 或者用另一個更容易 更容易隱蔽的模式出現 我們其實是特別要小心 因為現在我們維修工程的需求越來越厲害 大市場自然有更多人想參與 所以我發覺有擔心的 比十多年前我還擔心了 這個情況真的越來越惡化 其實主要原因可能都是關於香港本身的 樓宇老化的問題 有很多隨之而來的維修工程要做 在工程上很多時候有爭拗 Wincent 你的理解 這些問題在哪方面發生的呢 還有樓宇的安全性現在是怎樣的呢 先回答你的問題 現在香港整體的樓宇安全性 其實就是我們步入老化期 你知道去年想了很多東西 但是政府積極乾住了很多東西 證明是樓宇老化 去到現在環境的變化 可能氣候變化就大 所以變了你多少意外的貧身 所以其實樓宇安全 其實除了不止房屋裡面 其實就是對外公眾的地方 影響更大 而且我不相信房屋會塌 坦白說 但是會有很多東西跌下來 或者已經破損 還有你出現很多滲水 諸如此類的問題 甚至乎消防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樓宇安全問題是多方面的 但是 不是以前碼頭圍的那種案例 我覺得比較少 不會 不過問題在於 我們這麼多 這麼多臨心的問題 你始終要維修的 要不然你的價值就越來跌 跌就跌的了 不過跌得更快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住不住 我們想一個好家居環境 所以問題在於 大家做維修 那時候增壓在哪裏呢 其實增壓在於 業主本身是增壓的 本身就是你想做還是我想做 你想不想做 你要做一 我就想做二 你想做十樣 我覺得做完那兩月 就換了門 又或者我只覺得油一油 填一個洞就可以了 你就覺得要美化一下 油得漂亮些 鋪得層次多些 那這些都是價錢不同的 絕對是 價錢不同之餘 就是說 你覺得煩不煩到自己 很多時候 想給少許錢 還有我不想搞那麼久 不要那麼大個爬 妨礙我 最好不要花時間 不要花時間 不要花那麼多錢 本身業主本身 是否同意做那樣東西 然後做多少 然後就說你想做也好 你要找誰幫你去做 我們整個維修 一定要請顧問公司 專門人士 因為你要找人看病 知道你要開什麼藥方 怎樣醫法 要做多少範圍的事情 用什麼藥 這些事情 然後你有顧問公司 又要請承建商 在這幾個環節裏面 就出現很多爭壓 請哪個醫生 看哪個醫生 你跟他合不合 醫生開藥貴不貴 等等 這些整張單 整張單 還有醫生也好 就算我們明醫 也有少許不同的看法 所以你很難用單一 一模一樣的標準 一樣的結論 所以你找哪個是最好的 其實你已經是爭的 他給點心機的 做得好的 經驗 人力資源多些 可能收理會貴些 好了 就算你肯給貴那個 但是背後 人們就說 遺憊事件 看到以前很多案例 又擔不擔心 其實貴都不代表好 但是你找一個便宜的 又從另一個角度 便宜就是很難好 很難好 這就是問題複雜 因為工程涉及 剛才說了 不少專業知識 甚至可能一般的知識 因為小業主每個有些不同的要求 也未必了解到 小業主怎樣做好準備 我記得之前 其實專業界別都有幫我 2014年的9月的時候 曾經出過一個 測能詩學會出過一個 防止樓宇維修工程維標 那時候就說建議 成立一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當時Vincent也有參與 其實情況就到了現在十年了 情況是怎樣的 那時候我自己參與的 也都在推動這件事 但是我們建議成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重點就是監管 即是我們覺得市場行為 只不過覺得沒有規範 你都不知道哪些顧問好 哪些成建商可靠 還有跟著就是說 其實什麼的維修工程 就是我們常見而必須 最重要就是說 那個價錢 什麼是市場價錢 就是維修行為 就是維修行為 即是維修費本身 不是請顧問 是哪個合理呢 那我們覺得 咦 真是我們還說紛紜 那應該找個團體 或機構監管這個過程 即作為一個獨立的資訊提供者 以及看看市場的訊息 可否指出哪些已經不合理的狀況 最重要就是 那時候我們想提出 就是成立一個顧問名單 成建商名單 而這些是可靠的 沒有不良紀錄 起碼大家要小心 安心點去找 另外就是說 他們的專業操作上面的標準 以及可以控制他操守 有一套大家相約的做法 以及一般的 譬如維修方案的選擇模式 接著就可以 我們覺得希望 可以控制到一些人的水平 然後做事的方法 接著就有些參考價錢給他們 可以做得好些 本來那時候就是用監管角色 以及做公眾教育 正經我就想問一下 那時候本來是監管角色公眾教育 是 現在時勢了 十年之後 大概 你覺得現在的問題 和過去十年前提出的方案 是不是有些差異 有些需要 彌補改善等等 絕對是需要再深化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建議 政府也展選之後 其實通過了市建局 其實現在成立了一個 樓宇維修平台 復修平台 在這個復修平台之下 他也建立了很多東西 也有一個顧問名單 承建商名單 甚至工程參考 單價的參考 也有的 也有些招標文件統一了 招標章程 細節有的 甚至他有一個招標的可 在招標過程裏面 希望盡量做到獨立 不會有人用人為操作 本來是好的 部份監管局的角色 但是現在我們發現 咦不是的 因為呢 只是監管他都沒有用 很難監管 外面有很多包裝得很好 但背後也出了問題 即是你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面對是沒有問題的 是的 另外一個主要就是 因為市場似乎還在操作這些維標 我只敢這樣說 雖然我不知道哪間是維標 但是看到反應的 所以變成很多市場的參與者 譬如我們顧問公司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 誠信的承建商 即是站在你工作的 顧問公司和承建商 很怕 很怕走進這個市場 不知進去之後 會不會被人半夜三更敲門 或者在過程裏面出現很多麻煩 自己參與很多爭拗 所以不少這些的 顧問公司是卻步的 所以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 不可以這樣一個市場的結構 或架構 不行 似乎有些位置 沒有人敢進去 這樣就要積極參與了 政府 到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都真的要停一停 想一想 因為要離開 回來就說一下 剛才說到某些位置 其實都不知道參與不參與 或者參與的程度是怎樣 小業主方面有什麼準備好做 休息回來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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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